9月1号大盘来了一个跳空高开 而且上涨震荡 到现在属于开门红 上涨多少不算 这算是一个开门红 但是今天有几个特征 为什么今天成交量下来了 4000不到800亿 那一会儿的时候还有一两分钟收盘 可能还会上一点 那也不到5000亿 因为北上资金今天缺位 北上资金缺位 我们A股就像打了弥宗拳一样 这是第一个想法 也就是很多资金不愿意往里冲 都拿北上资金当做成一个风向标 另外北上资金今天缺位 你看由于它的缺位 以往北上资金最近这些天是连续净流出 你来看那里面连续净流出多少了 8月份北上资金把大盘克打得够呛 我们不要再看它了 因为它就是个做空的家伙 但无论如何 今天北上资金就是北交所暂停 它呢又是风啊雨啊 真是风雨交加 风雨交加北交所暂停 暂停的时候我们大A涨了 但愿它明天也暂停 后天下周都暂停 那么我们大A不就涨起来了吗 可是有一个消息出来了 说我们这边正在控制那些个做空盘 而且已经开始调查 这个呢已经在全网上说了 但这个位置跟那些东西有没有关系 我们先别扯到那 现在就说今天上午我做了一笔操作 昨天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 我们是3113点附近的时候 判断是低点 然后拐头向上 3116点那个位置进行介入 今天上午的时候 这儿分笔两笔外出 一笔 记得吗 我昨天收盘跟大家也讲过 说一旦今天上午要是跳空高开 然后冲高回落的话 只要跌破均价线 我们就出来 这个是指的是昨天那部分T加0 那T加1的呢 是今天在这个位置 就是在一个小时过后 这里又二次回到均价线下方 这里再做出一个二次了结 那么接下来就是下午的事了 我先把下午我的想法说一说 如果下午这个位置探头往下打 只要这个位置接近均价 接近零轴附近啊 就是这3120点附近的时候 那么又到了一个信息密码的格子 也就是又进入一个抄底的阶段 是吗 这个位置很有可能就出现 那么这个位置将要出现的时候呢 我到时候在直播间 我会说 因为大家都了解 古邦不搞那些个什么马后炮 我都提前讲 比方说我12点半的时候就开始说了 下午到什么样的位置 甚至被点位也算出来 然后出现拐头 拐头到哪个位置 我会开始往里头内岗 这样来讲呢 这不就是不是马后炮了吗 那好 下午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机会 为什么这些天频繁做T加0 大家来看啊 在这里 我们在这最低点的时候 3053点这一天就在这一天 我们进行抄底 这个咱们当时盘总时播的时候已经说了 为什么这样的呢 大家看一眼这个分时图 这不就是在这吗 我们就在这做的吗 没错吧 这是一次抄底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二次抄底 一次二次抄底的具体点位 这不都在这吗 3000就这个次低点 3060点附近吗 就在这里我们抄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眼 这不就是大盘出现这样的涨 回落20线下方 这个是标准的一个卖出信号 然后呢 这两天分别做了几次T加0 关键是说T加0 你看大盘这个阶段啊 就是通过这一天大的腰额子的时候 这一天大的腰额子 那么冲高回落 就在这一天之后 这不大盘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横盘震荡吗 横盘期间 我经常跟大家说 大盘上涨的时候 这样的股票好做 因为买什么什么涨 就是多少而言 下跌的是什么也不好做 要控制好仓位 横盘的时候 别人都不敢动 我在动 因为只有这个时候在动 别人不动 他们都在躺平啊 或者是慢慢的被套啊 或者慢慢的解套当中 而咱们在这呢 是获利当中 多少不说 每天我们来交易做的是什么 每天交易做的不就是这个撒瓜俩枣吗 说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一个心态 那么不管怎么讲 只要大盘出机会 就包括今天下午 假如这个位置出现下跌 出现机会了 这个位置 我不知道别人敢不敢啊 我会正常的发出直播信号 好 朋友们 我们再把话收回来 首先先看这里啊 今天 权重指标股多数都在横盘 另外再来看这里 市场热度值达到了37度 上涨呢 涨平板呢 有30多家 但是这里面的市场热度呢 很多 尤其今天呢 以各种大消费呀 还有一些顺周期的 这些东西都动了 你像煤炭钢铁有色 是不是啊 还有酒啊 食品饮料啊 旅游啊 这些东西 包括地摊 这些东西也都得动 那么人们说旅游 包括食品饮料 还有地摊 这些东西动可以 毕竟嘛 我们马上月底的时候 就来到了双节 端午 这个咱们的中秋节呀 还是十一呀 这不都是小长假吗 今天 今年这个小长假 八天 前后如果加在一体呢 可能还能往后验一验 说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么在小长假来之前 历年 在消费上 可能都会动一动 现在的资金呢 也往里闯一闯 另一方面 咱们说的就是 你虽然啊 咱这些消费 是有预期 那么现在这个位置 你比方说顺周期 它没有啥预期呀 煤炭钢铁有色 来我们看一眼 今天上涨的板块 瞧煤炭钢铁有色 是不是都在涨幅往前列 而且像银行 这还有保险 这些大家伙 是不是也在这个上面 更主要的 你看一些稀缺资源 免税 包括这些工程机械 也在这里 说明什么问题 资金还是在默默的往里加藏 只不过人家呢 节奏控制的比较好 你像这一天的时候 就在这一天 3053点的时候 这里成交量 你看似不咋地 但是这里成交量 人家是慢慢在往里进 就包括这一天 冲高回落这么多 明显是资金进去很多嘛 那么资金上午进的也不少 下午进的也不少 即便是这一天 就是当时尾盘的时候 都下来了 人家资金 这不还是往里冲了吗 下午的时候 后一个小时 进的资金 一丁两个不少 那证明什么 那不就证明 有人还是在看好这个位置吗 那这个位置是啥位置啊 那不就是在3100点上方 对吧 所以呢 就在这里的时候 有很多资金 都已经默默然地在涨 往里头冲 更主要的呢 他们是沿着五日线 不动在网上飞 代表啥呀 五日线 这不就代表一个 短期趋势线吗 那么现在这里 短期趋势都不破 证明大盘在这上涨 还没有结束 上涨没有结束 尤其是这一波 如果抛掉这根冲高回落 我们就按照这么看的话 这是不是还是一个反弹格局啊 这不就是反弹没有结束吗 反弹没有结束 只要在五日线上方 那么我们现在有什么可怕的呢 那么所需要的是什么 你就当它是一个横盘震荡 所以嘛 今天下午 只要这个位置 要是再往下探 假如这个位置往下探啊 不破零轴 拐头向上 这个位置就还是一个机会 那么我在这个位置呢 提前给大家说出来 希望大家在这呢 就借鉴一下 好不好 不要紧 试过才知道吗 好 再说另一个 今天两市 虽然说成交量 是在不到5000亿 这不4800亿吗 收盘 现在呢 上涨的加数只有2100加 下跌的达到了2700多加 但是今天跌幅超过5%的 只有50加 那位说只有这么少吗 那证明什么 证明在这个位置 很多人都不愿意卖了 吸售 为什么吸售啊 都亏惨了 就是8月的1400天吗 这个位置涨了一小杆 那除了这一杆之后 啥也没动 实际呢 涨的最大的就是这一天 就是8月4号星期五 冲高回落 大家看 这不是冲高回落吗 然后 8月再没好过 一路向下 在这种一路向下踹的时候 那么 8月都跌成这么多了 现在这个位置 由于8月下跌 是不是叫做位置低了 那位置决定性质啊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没有道理 把反弹 就看为结束 因为反弹在这个位置 结不结束 首先有两个标志 第一个标志 大家瞧 就是现在这里呢 到底能不能跌破 这个五日线 如果跌破五日线 叫做短期趋势结束 如果跌破了这个十日线 代表这个上涨行情呢 有点悬了 直至到摆这个缺口谱上 这才能说 这个呢 我们才能确定 说哦 这个位置进入到一个二次选择的时候了 要么在这个位置创新第一上去 要么在这个位置就直接上去 那么大家都听到一个关键词 是创新第一上去 还是说直接上去 总之这个位置要上去 那么也就是在这个位置的下跌空间并不大 毕竟这个位置有3089在这 作为一个接底嘛 那好 我们把思路捋回来 现在就看今天下午这个位置 如果下打的话 出现机会 我们赚一点小钱也可以 如果说下打之后立即上去 那一片云彩全散 关键还要看下周 因为今天虽然是九月开门红 直到现在大盘也就不涨了0.23%吗 九月开门红 那么现在在这个位置 下周是最关键的 假如下周也是像八月初似的 就长两天就像这似的 长一天 而下周开始闷下来 那也很糟糕 那么现在讲的是五穷六绝七翻身 结果大家都以为 这不是看五穷六绝七翻身了吗 都以为八月能长得不错 因为八月前几天的确有点样子 但是直接就下来了 那么九月的时候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该出现一个反包大阳线了 如果九月来个反包大阳线 百八月都盖过去 是不是也很好啊 好啊 我们不要忘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好 朋友们 我是古邦 喜欢古邦的加关注 我们下午收盘见